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 天文台在5日之前考虑发出1号戒备信号 预料7日当日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 中环码头一带风力增强 其次被风吹动 海面也有微浪 下午时分已经有乌云 天文台中午发出特别天气提示 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 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 按照现在的预测路径 热带低气压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 将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 夜晚考虑发出1号戒备信号 未来两三日大致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 并逐渐增强 预料7日当日本港风力最强 受到和热带气船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 香港天气会逐渐转坏 7月1日会有狂风骤雨 和雷暴 海有涌落 在热带气船登陆之后 香港会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 下个礼拜仍然间中有骤雨 天文台预计 那个热带低气压星期六增强为热带风暴 命名为浅霸 而本港周末有时雨势颇大 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导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 在深圳曾经有领导人入住的五州宾馆 暂时是闭馆 由记者陈彩康在深圳了解过最新的情况 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现身武汉 外界关注他会不会继续南下 再由深圳来说 国防领导人前往深圳考察时 曾入住的五州宾馆 怀因应疫情防控需要 暂时不对外开放 要入去就需要先登记 在深圳北站继续有人驻守和巡逻 但是警力未见加强 附近一带也未见水马和铁马 星期日起 所有前往深圳的高铁和动车乘客 已经按要求接受两次安检 确保安全 深圳市当局昨日宣布 为了确保香港回归庆典顺利举行 全市的范围禁止使用无人机 直至7月3号 另外人民日报发表提为 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期繁明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一国两制 香港实践行稳志愿的署名文章 华修力风波 令香港陷入回归以来最严峻 甚至一度风高浪急的局势 以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动摇 港区国安法的制定实施 有力打击港独激进势力的囂张气焰 对香港迅速止暴制乱 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实现由乱到治的历史性转折 发挥了关键作用 是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外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二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外国外港是每个特区从政者 必须坚守的政治论理 亦都是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的明确规定 无知电视记者陈彩康在深圳报道 和要采访慶祝回归周年等等官方活动的传媒 即日开始亦都要去到酒店那里维还 不过有多间机构派出的记者 被当局以保安理由要求切换 有传媒组织申表遗憾 有全国人大前常委认为 没有影响新闻等自由 采访慶祝回归等活动的记者 近中午陆续到九龙湾一间酒店 开始闭患 登记入住的时候 职员会检查记者 由星期日起的核酸检测结果 每间房只限一人入住 吃饭的时间 职员会将饭盒放在门外 根据当局派发的行程 传媒星期四早早要先做核酸检测 大概四个小时后有结果 中午搭专车到活动场地 七一当日就要凌晨两点做检测 近早早八点出发到会场 规例列明 进场人士不得穿戴或攜戴 带有政治、种族或冒犯意味信息 或者可以用作示威用途的旗衣等等 也不得攜戴玻璃或金属的瓶 和胜在液体的物品 当局早前也要求 这两天采访的记者 必须戴上防护力较高的口罩 对于社民联话 部分义工被国安约谈 决定七一当日不会示威 而记协发声明说 多家原本获邀采访 相关活动的传媒机构 他们派出的记者 被政府以保安理由要求撤换 但已经难以符合防疫要求 据知当中也包括政府新闻处人员 有获邀的政界人士说 不认为影响新闻等的自由 你都知道 有些我们的政治性的团体 他们是很喜欢喊口号 和警方的人员对此 在这个25周年七一回归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安安静静 开开心心 过了这个庆祝的日子 如果我希望你派过第二个记者来 这个不影响你的新闻自由 不是不让你采访的吗 我是委员会 我不可以说任何的东西 不过我不相信有兴隆的交易 政府新闻处说 在制定有关采访安排的时候 尽量平衡传媒工作需要和保安要求 不会评论个别机构和人士的认证状况 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发声明说 当局今次的采访安排极之混乱 对此深表遗憾 特别在严格检疫安排之下 到最后一刻才通知需要调换记者 令到相关的传媒 或者未能采访今次重要的新闻 强烈要求解释 至于场外的采访 警方早前说会根据风险评估 场地要求等等 在会场外面的保安区设置采访区 容许经核实身份的传媒采访 无线电视机者郭荣恩报道 还有两天就是香港回归25周年 后任特首李家超等人 今天起去到酒店闭患 已预备国家主席习近平 最快明天可能访港 消息就说如果成事的话 习近平有机会到访几处地方 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太太 近中五成坐坐假 抵达湾仔君月酒店 出席七一庆祝回归周年活动的人 需要在活动前一天 入住政府安排的酒店闭患 下午抵达酒店的还包括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 中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琳 长江集团主席李泽巨 嘉华集团主席雷志和 关仔会展附近一带的保安明显加强 君月酒店旁边的停车场暂停时租车位 进去的月租车要经过安检 通往会展天桥挂有不得停留的环额 进去会展的时候要接受安检 据了解若果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 最快明天中午过后和夫人彭丽媛乘搭高铁底港 在港行情可能包括会见社会各界人士 参观科学园到访驻港解放军部队 彭丽媛就有机会到访戏曲中心 不过预计习近平不会在香港过夜 即日回深圳 第二天再到港出席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又小学说获邀参与明天和后日的 慶回归周年活动 合共97个师生 今个星期一起已经闭环 在酒店房上望霍 包括了会去迎接 以及宽送我们国家领导人 都说了 家长也都是认同和理解 以及对这件事是很支持 甚至觉得自己的子女 能够有机会参加今次的慶祝活动 尤其参加这件城市 大家都很着弱 以及非常高兴 澳门行政长官賀一诚 亦都一连三天访港 出席香港慶回归周年大会等 澳门政府说代表团来澳之前 一个星期进行健康监测 以及每日抗原和核酸检测 再说活动期间废还管理 无声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星期六起向公众开放 管长吴志华说 近年港人对欣赏中华文化 需求越来越大 希望透过香港故宫 和运用不同的科技 加强参观者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验 清朝康熙帝 上朝用的彩云金龙云南丹潮袍 还有这幅意大利籍和书会教士 郎世宁 绘画的乾隆帝碎朝行乐图 扮映乾隆帝和黄子坚的天伦乐 这些国宝 市民先期六起就可以入场观看 香港故宫筹备进入最后阶段 管长吴志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 回估过去十年 每次康文处展出故宫文物 都吸引超过十万公众入场 数字也是康文处展览中的前列 反映市民对文化需求恩切 不过筹备香港故宫的时候 不能够一成不变 全色文物吻含的中华文化 必须透过传统和科技的结合 提升公众的参观体验和了解 我们其实不是很想 为科技而科技 为玩而玩 可能现在很多人都说 你拍照就可以传到你的手机 其实我们更加重视 就是透过这个多媒体 去了解那件文物 我去北京故宫可以 台北故宫可以 为什么来香港故宫看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香港 我们自己一个特色的演绎出来 可能我们背后的文化 我们的背景 我们是很多西方元素 一个中西融合的设计的理念 我们本身的手法可能是较为于活泼的生动的入趣 较为现代的 至于距离香港故宫八百多公里外的台北故宫 藏品和展览同样丰富 不知华其望香港故宫开馆之后 探讨合作的不只是两地故宫 而是三地故宫携手交流 三地故宫其实是同根同缘 大家都是来自1925年的故宫博物园 过往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 都有很多的联系交往 有展览的交往 有一些的文化 大家的交往 有人才的培训交往 这里我们其实都很期待 我们可以参与到大家三个故宫之间的文化交流 更加显现了一个特色 吴智华有透露 已经计划未来的策展方向 除了黑潭借出四川三星堆的文物之外 也不排除与大湾区的博物馆合作 等公众了解岭南文化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